早晨 今天就跟大家報告一下我今天的行程 就是呢 今天我要去第三次去interview 上次我說或者去見公 去我的first bus 第二天我就收到通知 可以有個face to face的interview 今天就會出發去面試 其實今天都很緊張的 因為真的要用英文去跟人聊天 還要講很多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一些看法 都是有點緊張的 還有自己都寫了一些東西 就是去背一背讓自己記得 但是其實都背不到的 因為緊張就什麼都忘記了 那現在就在這 在家就等著出發 那待會我就會踩單車出去 希望待會天氣好些 那現在呢 其實是天氣看不到的 大家看到一些 好像很陽光 好像很陽光 其實外面有一點點下雨 那麼 希望一間踩單車 就OK啦 那 穿上一件衣服 那樣 就希望 頂得住 那就是這樣啦 那 所以現在就 緊張地去等待 還有去 用腦子想一下英文怎麼說 還有都 預計一下他問些什麼 因為其實 在英國沒有試過面試 所以都不知道他會問什麼 但是都很多人都說 其實都是說要預備聽一些問題 問他 那因為呢 他們是喜歡我們去問問題的 因為呢 我不知道大家在香港 在香港面試 通常最後的時候 問你沒有問題啊 那樣 通常呢 我而已 通常我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都要知道 都知道了 所以其實沒有問 就沒有問題啦 但是這裏呢 聽聞是喜歡你去問問題的 所以都 都想一下 問什麼啦 那 這個都有點難度 因為 通常不問開問題 要問問題 都是 都是要 思考一下的 那樣 那就是這樣啦 那 那 待會呢 就會 出發 再跟大家說一下 之後情況 裡面一定拍不到的啦 因為沒有緊張自己都 所以就 完了的時候呢 先再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的情況是怎樣啦 那 那 待會我們再見 Hello 大家好 那 我現在呢 就見完了 那 就 一般啦 就是我覺得自己的表現 因為呢 始終都是要講英文呢 其實都是有點難度 那 那 現在 叫做 完了就心願 即是 完了一件事啦 那 叫做 心情好些啦 那 見完就 算啦 那 那 當然啦 我這樣說不是說我一定衰眼的 而是 我覺得 我去表達我想說的話的時候呢 我覺得不夠 不夠 有信心 始終呢 就是用我的英文呢 去講是真的有點難度 那 那就 不要緊要啦 就是我呢 都可以 叫做 上司歌 那 行不行就看一下 上帝 上帝怎麼搞啦 那就是這樣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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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說呢 他就要等到下星期五呢 才會有結果啦 那 希望我聽得對啦 那 都 我已經盡量去問問題的啦 那 所以都 都 呃 嘗過 這樣啦 不過呢 一緊張呢 我做英文就錯了 錯了 就是 即是不是一個句子 是呢 逐個字椅出來呢 其實都 好像 小學生去 小學生 講英文 這樣 就是 逐個字椅出來啦 你自己猜啦 自己重組句子啦 那這樣 但他 他有三個人的 那其實有個人蠻好的 其他人呢 是專門聽我說什麼 之後他就重複我 我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都是相對地 起碼他聽得懂 猜到我說什麼 Anyway 都是很好嘗試 還有一件事我都是覺得 我都是比較差的 就是通常問我一些關於 感受上的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目標 有什麼的 就是可以去達成一些東西 其實我一向對於這些不是很差的 就是有什麼目標去完成 是差的 因為我一向都是一些 叫什麼 我是工兵來的 就是別人做什麼我做什麼 你叫我去計劃一些東西 不是不行 不過就不是一個很很計劃的人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他都問了我幾次 我覺得都可能對他來說 覺得差一點 不過我想其實他請學徒 他不是要請一個 就是engineering leader 我覺得 學徒應該不會這麼難掛 所以就 希望可以 都是學習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看到他在桌上 應該是有四個申請人 我是第一個 我不知道他請幾個 就是學徒 但是都 我覺得 好的經驗 叫做 試過一下 我覺得 享受吧 享受吧 都是給我一個好的經驗 把我 一年內要講英文 就是剛才一次都講完 這樣 哈哈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回家了 然後就踩單車回去 好 Let's go 好 好啦 那 我就 收到一個email 其實都幾 等了很久 都幾興奮 因為呢 我剛才說 可能要等到星期五 那 但是呢 星期三的時候 我就 就是我在街外 我收到一個email 咦 看到first bus 那 就馬上打開 那 其實 其實我初頭 我都 有些信心 去 去 覺得 沒有問題 會入到的 那 那 但是想想想 我覺得都不是咦 如果他說他有很多 申請者的話 其實都不輪到我 因為我又不是 溝通得很好 所以 都 不知道呢 等的時候都是有很多 這樣的掙扎 在裡面 那 終於我就 開一個email 去看啦 在電話裡開email 那 都是那些行課的東西 就是 多謝你申請這個 的 學徒計劃 那 那 當我 到第二段 我就看到 他就說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啦 那 你就不可以 成功 申請這個 學徒計劃 那 那 其實 我心裡都覺得 反而好啊 就是 好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心不需要再 哭哭 可以 放鬆一點 不用在那裡等 在那裡想 想很多東西 那 那 叫做 完成了一件事 又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 那 都是可能 一個 很好的 經驗 就是在這裡的經驗就是 學徒計劃 其實都真的是 第一 你學東西真的OK的 因為我問過那些 local 朋友仔 就是在教會式的 那 他都說 如果你是做學徒來講的話 其實學東西是非常之好的 那 但是就是 Bad Money 那 Bad Money 就是 人工不行啦 那 那 學徒很正常啊 學徒這樣 那 其實有幾Bad呢 這樣 其實就是 阿卡 也有看過 大約 如果學徒 一個人工是多少呢 但是 因為現在好像 英國那個 最低工資 就是成人 是 八點幾 我忘了八點幾 好像八點四 八點七幾 我忘了了 那 學徒呢 就好像是 四磅幾 那 其實四磅幾 都真是 都真是 都真是幾低的 就是 我不知道啊 香港的蜜多勞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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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四十塊個小時 我都不知道 可能都是那個level 所以呢 對很多 就是英國人來講 如果你是成人 其實都不會選學徒的 因為 你生活不了 因為真的太低人工 那 但是對我們這些 就是英國 完全沒有經驗的人來講 又沒有專業的 專業來講 其實學徒計劃 都是一個可以去學的 都拿到一個專業的 一個渠道 當然 真的 學徒計劃 其實都會跟很多大學生去爭的 就是很多 剛剛grad出來 可能他真的讀過科的 學生去爭 那 相對地 那個 競爭力的確是低一點的 對於 我們香港人來講 除非你真的在 那一行 那一行裡面 是有一些的 認識 有做過 甚至你是專業 那 我覺得都 其實 我覺得是 什麼都試一下 那 所以都跟大家 說一聲 我不行了 我失敗了 那 但是都 沒有說很不開心的 那 都是繼續去 嘗試去找工作 那 那 就是了 那我就是 這個 這個 的 運工的經歷 那 希望 這個運工的經歷 都可以 對大家有些 的 資訊性的幫助 或者甚至你也有些 認識一下 原來 在這裏的 運工是怎樣的 那 那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巴斯學徒計劃 其實我也有申請其他 學徒計劃 但是 真是 有機會先先跟大家說 因為我覺得都 學 東西為主 其實我也是 那 希望 OK啦 那 那 希望 大家在英國的朋友仔 或者甚至你 將會來英國的朋友仔 都 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來得英國部分 有大部分 你來得英國的話 其實都有一筆的資金 你都可以頂得住一段時間的 那 我都覺得是 需要一一筆這樣的資金 我想大約要頂半年時間 但是你是沒有事做 那 那 在那 找工啦 要等 消息啦 那 都是需要一筆這樣的資金 去頂住 那 那 希望 各位香港人 即是英國的 都可以順利找到工作啦 去繼續你的新的生活啦 那 亦都不要忘記 即是香港 即是香港人來到這裏 就是 做好我們 即是香港人 即是以我的名字啦 不要做壞了啦 希望大家都 好好地去做好它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我們先講到這裏 那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片 那 如果你想 知道我多點的 那你都可以去訂閱我的頻道 好不好 甚至留言 那都可以大家去聊聊天 那樣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裏了 再見啦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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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